就说 老师 颜料好贵喔 还是说 老师我就买这么小盒 我化完衣裳完美了 对 就 舍不得用 所以那机理做不出来 对不对 没关系 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是不是应该早点给 又可以做质感 又可以黏东西 然后又可以跟颜料结合 哇 那不是很完美吗 这个好东西 没有分享给你吗 我真的天打雷批 对不对 可以做到你想要的那种厚重的感觉 像油画一样的感觉 然后又不会太心疼你的颜料 因为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嗨 大家好 我是总安老师 老师我要怎么样让我的压克力的画作 那个颜料画起来 因为它喜欢厚重的感觉 然后它希望 画完之后可以有油画一样的质感 有一个厚重感 有些人会 就是撕去默这件事情 基本上啊 我的回答是呢 其实每个材料都是独一无二的 它的特性你可能可以模仿 但是你要跟它一模一样 其实是有困难的 但如果说你没有要追求到 完全一模模一样样的话 哈哈哈哈 一些美材来增添剂 可以去改变你的秉系颜料的质感 那这一些的添加剂啦 你可以这么说 它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类型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平常去逛那个 美术材料店的时候 有留意到这样子的东西 那像有一些呢 它可能就叫做 增后剂 像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呢 是增后剂 新的 刚开封了一 哈哈哈 光增后剂有很多不同种的哦 那像我这个增后剂呢 是凝胶型的增后剂 它的质感呢 就很像精华霜一样 我知道 都姐妹我听得懂 精华霜 它是那种凝胶状的 然后 我开给大家看 也有一点点像白胶啦 但是它是更细致哦 更细致 然后 白色的 有点乳霜状的 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自己用过了 除了这个增后剂以外 那还有另外一款 它没有透明感 有点比较类似P2的质感 你会觉得说 它的增后剂里面呢 是有放一些的粉质 很细致很细致的粉 然后可以去支撑它的厚度 你的画笔也好 用具也好 那个需要的力道呢 是要比较用力的哦 因为它那是有 它的厚重感又会更强 像我现在手边这一款呢 它是凝胶型的增后剂 它干了以后呢 透明度是比较高的哦 压克力增后剂 然后它这边有写 压克力增后剂 然后它就写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跟压克力颜料 你把它可以调配在一起使用 它可以产生很透明的厚重的肌理效果 是透明的 那有一款呢 它是不透明的 那也有半透明的哦 然后而且它会留下 比较明快的笔触跟画刀的痕迹 所以你要增加痕迹感的话 也是可以把这个加到你的颜料的里面 然后它干了以后呢 具有跟玻璃一样强烈的光泽 我等一下给你们看哦 它是有光泽感的哦 然后它在这个增后剂的里面呢 它说它也可以当做贴画的黏剂 也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增加颜料的质感 而且它也可以取代你的黏着剂 当你在你的画作上面想要做拼贴效果 多媒材拼贴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它 它是够黏的 你也可以把它拿来 黏金箔什么 OK没问题 它黏度是可以的 然后它这个增后剂的颜料配比呢 不受任何比例的限制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就为什么我喜欢用它 像有一些增后剂呢 它会建议你不能放太多 不能超过一半之类的 那它没关系 就是你高兴放多多都可以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跟颜料的比例是比较不受限制的 然后它的使用也不会减弱 你涂起来的强度 它的粘性啊 颜料的粘着度啊等等 它也不会降低颜料的彩度 这个就很厉害了 因为有一些的增后剂 特别是像那种干了以后是白的 不透明的那一种 它会影响颜料的彩度 就是因为它这个增后剂本身 它干了以后会白白的 那你加到颜料里面 就等于是 那你的颜料加白色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它彩度会降低 鲜艳程度会降低 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减少颜料的使用量 这个就很棒吧 然后使用之前呢 要稍微把它搅一搅 OK 因为它有时候放久了 静或静久了 它可能上面会有点什么 油水分离的那种感觉 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会有用比较多的颜料 去创作去处理画面的表面质感 对不对 有的人他就会舍不得 就说老师颜料好贵哦 还是说老师我只买这么小盒 我画一张画都没了 对 就 舍不得用 所以那机理做不出来 对不对 没关系 给你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是不是应该早点给 解决方法就是买这个蒸后剂 把它放到你的颜料里面 它就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个问题 它也不贵哦 它其实满满的一罐打开 里面的盖子上都有黏着 它没有卖你空气哦 很扎实的一罐 370块 台币 很便宜啊 对370块 美术社买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使用蒸后剂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不好 然后使用它的一些的小小的诀窍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第一张 像这第一个呢 是我直接用鱼色的丙烯 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哦 百分之百的丙烯 涂的厚厚的哦 这里没有加任何的凝胶蒸后剂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一半一半哦 各一半 一半的丙烯 一半的蒸后剂哦 它出来是这个感觉 然后你去看哦 其实两个颜色是有一点点差啦 一点点差 特别是干燥之后就很明显 AP这一排的丙烯 它干了以后呢 是比较雾面质感的哦 它反光度比较不高 那因为这一个老人的蒸后剂呢 它是干燥之后 有透明玻璃般的质感 所以当它加到一半一半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诶你这次已经干了哦 它表面亮亮的有没有 然后它的这个橙色的感觉 是比较鲜艳 然后这个比较暗 原本的丙烯没有加蒸后剂 它是反而颜色干了以后 是往比较暗沉的效果去的 那这一个呢 就加更多了 这一个呢 丙烯只有用25% 然后这个蒸后剂用到70% 这一个呢 我的那个蒸后剂呢 加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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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然后颜料只有用一点点 你看它仍然可以有这么鲜艳的效果 但是像我这样直接看着它的时候 我是有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颜色呢 比它还要来的更透明一点点 它的这个颜色会鲜艳一些些 毕竟还有放了一半的颜料 然后这个是放了更少了 但是我觉得出来的质感也还不错 然后如果说你这样侧面啊 这样反光 没有发现这个 因为蒸后剂加很多 它特别的亮 有没有 这个也是有亮 但是这个最亮 因为它的蒸后剂加的最多 就是这种感觉哦 其实也是蛮漂亮的 这边是厚涂对不对 这三格呢就是薄涂 这个是我原本的这个橙色 薄涂是这个效果 没有加任何蒸后剂 然后这个加一半 然后这个加更多 是这种效果 整个薄涂的时候觉得落差不大 但是就反光来讲的话 也是这个干了之后它的亮度最高 这边有一个透明的 这一个呢就是我这一排蒸后剂 我刚刚把它给弄了比较厚一点点 现在已经完全干了之后的质感 你看是这样全透明的哦 就很像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很漂亮 然后这个是加更多更多 这个颜料只有可能百分之十不到吧 其实它显色度真的非常的好 它不像有一些蒸后剂啊 它会对颜色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这一排的我觉得是效果都是蛮不错的 也比较好驾驭 然后这个因为蒸后剂放的真的 霹雳无敌爆炸多了 所以它透明感哦 这种好像是彩绘玻璃的感觉 就会蛮凸显出来的 这是我刚刚下午做的小小的实验 让你知道说哦 如果说我的颜料想要有不一样的质感 或者是不一样的亮度 我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然后也是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如果觉得说你在练习的时候 然后你想要做这种厚厚的质感 但是你会舍不得颜料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很值得去买一罐蒸后剂 来帮助你既可以做到你想要的那种厚重的感觉 像油画一样的感觉 然后又不会太心疼你的颜料 因为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像我这个就做超级厚哦这一张 我用刮刀 这个已经完全都干了 因为它可以到这么厚 可以做那种什么翅膀啊 山啊 岩石啊的感觉 那如果说你喜欢有鲜艳有清透感觉的画作的话 你就可以买凝胶型的蒸后剂 但如果说你希望是走比较沉稳低调内敛的感觉 很内敛很文清的那个气质 那么你可能你在蒸后剂的选择上面呢 你就不要用凝胶型的 你就可以去买那个雾面的 然后干了以后它会是不透明的蒸后剂来加 那出来的质感我相信会是你非常喜欢的 我自己呢很常会利用蒸后剂的特质做一件事情 来来来大家还记得它吗 我这包里面呢是我们金箔课的时候收集的碎金箔 那很多人会问我说老师碎金箔怎么用啊 会很浪费啊什么的 那我来告诉你怎么弄哦 但是其实蒸后剂 刚刚老师有分享说它也是可以粘东西的 那又可以做质感又可以粘东西 然后又可以跟颜料结合 哇那不是很完美吗这个好东西 没有分享给你吗我真的偏打雷劈对不对 好就是这样 我今天打了一个比较深色的底 然后我希望这个底色上面呢布满了碎金箔 我先取了一些些蒸后剂 放跟我这个类似的颜色好了 我先把它颜色都调进来 你看就真的就直接用了耶 就把它给弄上去 它涂起来的这个1比1的质感呢 跟原本的很新鲜的压克力颜料 涂起来手感是差不多的 滑溜溜的这样 然后可能弄完之后我就在那边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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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一下,然后多的颜料弄一下 压一下 你的颜料沾到那个金箔上 垂直的把它压下去就好,不要扫它哦 然后一定会碰到没有干的颜色嘛 所以你就戳一下,抹布擦 你的金箔上面才不会又被带到颜色 贴金箔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要控制它的构图嘛 我会拿这个笔,笔毛是有点点沾湿抹布 然后利用它那个湿湿的感觉去粘金箔 这样,把它粘起来,然后贴这样 像这样,把它粘在这上面 然后可能就可以比较好控制我希望它哪边多一点 你就可以类似像这样子做一些的底色 然后把你的金箔放上去,你觉得效果会非常的好 这就是我们的蒸后季 很好玩哦 特别是大家对于做质感产生兴趣之后 真的就是,这是一个大省颜料的好方法 OK 那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不同的比例出来之后 它干了以后,在你画作上面的感觉 所以你自己在买新的材料想要尝试的时候 你要跟它建立关系啊 你可以类似像老师这样子 你先不要急着直接拿一个正式的作品来拿来用了 因为你跟那个新材料还不熟悉 你就可以拿一张简单的纸,画纸就可以了 那你画画看,去调它的浓度啊,比例啊,厚度啊 然后之后等它干,看一下那个感觉 你心里面对它就有一个最好的初步的认识 然后你再来使用它 才会有点那种瞎子摸像,然后就是凭运气 我也不晓得能不能画出我要的东西 好,这个分享给大家 有机会去买来玩玩看 不贵,很好玩,还可以帮你省颜料哦 感谢观看